原來工作 監護護鎮事務協議的辦護照 就是護照護照的一張師 工商等基礎 所以我們未來的監護護鎮事務協辦護照 假設不用再跑到 因為你事務協議只有臺北也 或是台中高雄才有 可是你看台東怎麼辦 台東就只要坐火車還好 可是如果假設這個有辦公室之後 那這個還是要個人去到現場 因為護照一定要清班 要不然護照會被人家盜用啊 但是你可以在你們家那邊的護照系 我就把你盜 那現行呢 其實假如說外地的場地 就是台北 然後我們中辦 然後我們南辦 就是有零食事務協議 零販事務協議 然後我們有一些吧 那現在是唐鋒坐這邊 欸 是嗎 那 他坐這邊 還是 不然雅宏如果你要的話 不然你就坐在這邊 那我推擺就給你 要不要 我坐 看你要坐這 好了啦 你坐這邊 那阿牧你會排到他嗎 現在不會 坐這邊 雅宏你要坐這邊 因為 為什麼會 眼神還會對 你只要坐 還好吧 沒有差那麼多吧 你要坐完 這邊 我要坐這 喔可以阿 好 他就這樣 好 最多可以再問一下空中的事 我看議員有寫一下 我們說 誰要去空中 說我一點 你說招完那一個吧 喔招完是招完 你招完那一個 可以阿可以阿 沒問題 請問一下 一把他在這位置上 你說 你們知道他怎麼 這些 科技的 有去的小東西 是嗎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這樣可以 稍微看一下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你說這是 沒看過的 這是什麼 這是電晶耳機 這是 電晶鼻電器 這是 電晶鼻電器 這是 電晶鼻電器 這是一台電晶鼻電的水冷器 這是什麼 這我已經說這是什麼 一台電晶鼻電的水冷器 他這剛剛是誰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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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應該多請 他還好問 他用什麼 這台比較特別 他幫一個NOFOO 也做了水冷裝置 電晶的鼻電器 對 對 所以這尾那時候要買這台的功能是 因為我當時買那一台的時候 是他唯一是 能夠用筆電跑VR的 唯一一台筆電 然後後來很快 微星也出了一台 可是很長一段時間 只有華碩這台 可能微星這台 可以跑高階的VR 然後 然後 三星的電晶桌機 他什麼都是電晶 然後這是微軟的HoloLens 這是HTC的Vive 這是三星的Gear VR 這是Facebook的Oculus 目前四個主要的VR系統 你是三個 四個 另外一個在 一二三 這台是HoloLens HoloLens它不是VR 它是MR吧 它的特色就是 它裡面自己有一台電腦 這樣不用再接電腦 所以這一台最貴是不是 對 大概要多少錢 呃 這個請問台灣微軟 因為這些最近才剛這樣講 所以 所以我不想 這都可以在台灣買得到嗎 這或是我就可以開一下 我覺得這四台不要 可以幫你拍上照片 是說我都帶一次的意思嗎 呃 都帶一次 呃 不用帶一次 呃 帶一次就好了 好 帶一隻就好 那帶容易帶 這樣 這樣我們 訓練到屁裡的長範 之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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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錄以後拍照給你嗎 謝謝 慢慢來 你有帶過嗎 嗯 沒有 沒有 要試試看 沒關係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可是我下面那個 可以做這個 可以拿出來 開著 看著 對 你自己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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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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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我們可以換這個嗎 因為 每一個 這樣看朋友看漫民眼睛 好 這可以看漫民眼睛 可以啊 對不對 真的可以看漫民眼睛 很好 好 你不怕是嗎 還是 不怕是 不怕是嗎 它會一次 嗯 我可以看漫民眼睛 好 就是 requested 我不用真的開機嘛,就是做個樣子 他可以開機嗎?他有電嗎? 我正在看看有沒有電 應該會有一些寫字 對對對,我看一下 因為這是開發機,我不知道他們之前在前面掛了什麼 我依然要看,就這樣說 我的寫字 我來把它插穿 我來解決 我,不然接著我,我來打開 但是你從外面應該看不到東西 看不清楚 我們外面看是還好 完全沒有光嗎? 沒有 有耶 有一些 拍得出來吧 看得出來 可以某個角度才行 好 我們可以靠近桌子一點對不對 另外三台一樣 這樣我可以看鏡頭的面道嗎? 謝謝 可以啊 我們再轉正一點點 看這邊一點點 對 測45度這樣 這個通常會再帶耳機嗎? 它本身會發出聲音 它本身會發出聲音 所以不像HTC還要帶耳機這樣 像這個它已經內進耳機 哦 這裡內進 它很搭配 一切都在進化 一支有帶絲耳機是另外一支 對 現在它耳機已經是在裡面 它就是一體的 這樣 OK 謝謝老師 謝謝 stato 謝謝 建議 你用那個猾 computing hazır 外電 通常 這個會擋到你嗎? 這邊...呃... 還是你要移到你 還是你要移到你 沒有我可以降低一點 雙間位置應該就... 可以填面線 好 因為這個我要做這個應該還好 我剛剛摸過 那... 就... 可以開始 好 不然這樣我可以幫你移到我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謝謝 我幫你先點麥克風 好 是要... 證偉可以做這個 可以在我場中叫他嗎? 還叫證偉喔? 等一下正式 對啊 這樣我要叫你記證 沒有,叫小姐就好了 所以鄭偉,因為最近有在進行那個公部門的建築計畫 可以幫我們聊一下說現在招募一些年輕的學生 是要測試有關於說公部門的網站 還有瀏覽器相容型的問題 是,我們從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OK 我們這個計畫是從7月3號左右開始想的 然後7月10號正式跟各部會去進行說明 然後因為每個部會在2016年2月的時候 國發會已經重視到這個跨瀏覽器的相容性 也就是以前的公部門大家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你只能用微軟的IE瀏覽器才能打開 那你用其他的作業系統或其他瀏覽器 其實是不能打開的 可是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IE已經變成只有少數人使用的瀏覽器 比較多的人可能用的是Chrome 或者是手機上如果是Android的話 就是Android的瀏覽器 或者是iOS應該就是用Safari 那隨著行動裝置的普遍 其實用IE的人就越來越少 那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網站本來只有IE才能用 本來只是一個小麻煩 但是現在就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因為很多人是連IE都可能沒有的 他平常就是用iPad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國發會在2016年2月的時候做了一個清查 那清查的對象就是各機關的一千 大概兩千左右兩千多個網站 然後以及各縣市政府的兩千個網站 所以我們就加在一起差不多算四千個好了 然後這兩千個網站在機關層級呢 大概有可能一千七百多個是跨瀏覽器沒問題的 那在縣市層級大概有一千八百多個是沒問題的 意思就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剩下來的大概兩三百個在機關層級 或者是剩下來的大概三百多個在縣市層級 你可能要IE才能夠打開 不好意思 各位 而且這裡面的重點是說 它不只是機關發佈訊息而已 有些是線上要申請 有些是線上要辦一些事項 有些是好比上說報稅 那這些東西呢如果你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其實不只是影響到人民了解到政府做的事情 它也會影響到大家要辦某個服務的時候 因為你打不開你就只好跑去現場服務 那就喪失了這個電子化政府當時設計的這個目的嘛 所以因此就是國發會就希望這些機關來改善 那在改善的時候呢我們就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你要修正一個問題你要先能夠重現這個問題 那好比上說Chrome瀏覽器這個就比較容易 因為它在Windows上面也有 在Mac上也有在Linux上面也有 在手機上也有 所以其實如果Chrome瀏覽器碰到的問題 機關的朋友是很容易重現的 但是呢好比用Safari 如果機關的朋友沒有iPhone沒有iPad沒有Mac 那這樣其實它連看到這個問題都看不到 那更不要說是去情商上修復 那所以這件事情目前就有些機關說 我們會好比像說在2016年底把它修正 可能有118個網站在中央 165個在地方是這樣講的 但是呢還有更多的 也就是說大概200個在中央 100多個在地方 他們說我們不知道怎麼修 我們到去年年底也修不好 那我們可能要等網站重新建置 或者是更晚的時間 有些也不promise才能夠修好 那這樣其實雖然它站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但是畢竟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請學生 尤其是有資訊能力的學生 首先就是讓他們先能夠重現 由自動化檢測發現的這些問題 然後二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問題 是很容易只要改兩行就可以修好的 那我們就是藉助這些學生的資訊能力 來第一個重現這個問題 第二個告訴機關說怎麼樣 可能可以很快修好這件事 那我們今年呢就是招十個 負責重現這個問題的 我們叫一班組 五個呢來想怎麼修這個問題的 叫做資訊組的學生 那所以我們報名從8月7號開始 到8月15號 在資訊組呢有14個人 我們會去五個 在一般組有62個人 我們會去十個 那當然這裡面總共有一些重複的人了 但是加在一起我們看起來是 應該是可以滿額 就是15個人應該都招得到 大概是真的 所以鄭偉我們比較好奇說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面試 讓鄭偉覺得說他們 尤其是資訊組 他們有能力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就這樣容易啊 就是你開一些網站出來 然後有這個問題 問他還有什麼想法 這樣就很好 所以這些學生是可以 比公部門機關可能類似 他負責維修電腦人更厲害嗎 因為假如說公部門機關都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這些學生可以解決 這其實還滿 就很滿難想像的有這樣問題 那事實上很容易想像 就是說這些機關的專業的朋友們 他們當時進入資訊服務 資訊執系的時候 可能根本還沒有iPad 喔 是 就是說那是不同世代的之前 他們用ActiveX 用VBScript 用Flash 用Java Applet 這些現在已經被時代淘汰的技術 建置出來的東西 那仍然是很專業而且很有用 但是現在技術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不能說是誰比誰更專業 而是說是在不同的技術底下 學到的諮詢專業 所以那我們可以預期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至少我們在這邊看起來 就是中央200個地方100多個的這些網站 我們會先從中央的這200個左右開始 然後就看我們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能夠重現幾個 能夠消耗幾個 那如果我們這200個全部都清點完畢了 那當然民眾能夠看到 就在這200個網站裡面 有一些突然間 你就不一定要用IE才能用 你就有所改善 你用iPad開也可以開得進去 那如果我們來不及的話 那也許明年還會再去辦理 同樣的可能幾個提次 但如果今年這個他們進度飛快 的話我們也會把就是地方的來進行處理 那所以因為我知道政委最近有在DigiPlus裡面 推數位國家的計畫 那這相關的有沒有像 未來可能一些便民服務是一戰式的 可不可以請政委再講一下 未來類似的一戰式的計畫有哪些 可以啊 我們這邊有看到說 我們現在叫做數位政府 跟以前的電子化政府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電子化政府以前主要著重的是 就是在把紙本或者零貴辦理的東西 變成是到網站上面就可以線上辦理 但是如果你同一件事情 因為不同部位有關 所以你零貴要跑四個部位 四個機關 那這樣你到網路上 你還是要跑四個網站 就是說純粹只是把本來流成電子化 它當然能夠就是比較方便 但是它方便程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舉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舉例來說 我們每一次在辦這邊是講護證的時候 我們如果現在在申請一個護照 現在要到外交部的零務局 那如果是自動通關 那個是內政部的移民署 然後護證又是護證 那所以這些事情其實 它是不同的機關辦理 以前你要不同的地方零貴 或者如果線上你要不同的網站辦理 那我們今年已經做的事情就是說 當民眾辦理遷徙登記 變更或更正姓名 或者是這個儲戶的時候 護證事務所就會主動的 去把這件事情 用機器對機器的方式 讓剛才的那些不同的機關知道 那他們的記錄就會自動更新 那到明年的時候 辦理出生或死亡登記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會擴大這個範圍 生育給付 勞動部的勞保局 國民年金 所有這些不同的單位 也都會自動更新 不然的話其實你常常 收到的那個保險單或什麼 它上面的資料還是舊的 你還要打電話 或者去上勞動部的網站更新 那以後就不用做這件事情 等於系統自動幫你做了 那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你在申辦護照的時候 你也可以一併去申辦自動通關 那這個是護證的部分 那在公司設立的部分 這邊是可能牽涉更大 現在你要設立一個公司 不但很多地方需要硬件 就是實體的那個硬件 而且你要跑經濟部 財政部 勞保局 健保署跟勞動部 才能夠把所有設立一個公司 需要的部分都做起來 那這樣子其實是相當困難 時間也相當長 以至於說大家覺得 電子化的這個流程 其實並沒有比實體 要方便到哪裡去 所以現在大部分登記設立公司的 還是就是手上拿著七份或十一份資料 還是去跑那個 林貴的各縣市的窗口 那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大家最困難的 就是要知道 所謂一戰時線上申辦的這件事情 它能自動幫你填很多的資料 到這種不同的單位 如果這個所謂的一戰時 只是它給你這七個單位的超連結 你每次點進去 還是要填一模一樣的資料 很多人會覺得非常的麻煩 那我還不如去林貴辦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先把硬件的這件事情 讓它在全程的上空登記 都不需要用硬件 這個今年就會做完 然後接下來呢 好比像說外國人士 透過一戰時服務 新增外國在台的分公司 或者是說一般民眾 以及它可能委託會計師 或其他的專業人士 他們的用的介面其實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戰時服務的另外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要按照那個使用者的需求 設計它想要用需要用的這個介面 然後它是什麼資料只需要點一次 填完之後就會主動的自動的去 跑到不同的就是後段系統裡面 那當然我們政府自己公務員的經費捷報啊 包含人事總計財政部審計部 所有這些的系統 接下來也會用相同的原則去整合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還可以舉一大堆例子 但概念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政委這個前置作業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民眾的使用需求 就是他們的需求我們當初是怎麼了解 非常好的問題 像舉例來講 在報稅軟體的經濟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是透過一個 這邊有一個經濟終所稅申報的一個專區 那這個大家可能記得就是 是在5月1號的時候 當時就是報稅出了一點小狀況 而且大家就發現從今年開始 因為他們用的這個古老的技術 Java Applet 已經慢慢的不會支援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用Windows的系統的話呢 你要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可能半小時才能夠報得了稅 才能夠開始報稅 那那個介面非常的困難使用 所以呢我們為了要達成這樣子平權的概念 我們就是用了一個工作方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我們使用比較先進的 所謂的服務設計的這個概念 去邀請協作會議 什麼是協作會議呢 就是主動有一些設計師來提案說 就是這個Mac的使用經驗實在太糟糕了 他們覺得報稅軟體應該要更好 那這個是志工啊 我們當然就跟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那接下來就還包含資訊中心 各地國學局的代表客服人員等等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會模擬各種各樣不同的報稅的狀況 然後去實際找出在裡面到底哪裡很難使用 那等到這個辦完之後的下一個工作方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來整理說我們碰到這些困難點 在各國其他的報稅系統或類似的應用系統 他們是怎麼解決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才其中可行的部分 用紙上的圓形的方式去畫出一些可能更好用的畫面 然後大家實際來用用看 看這樣覺得有沒有更好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行座談 做互動的圓形 然後最後做出一個可用的一個圓形 然後這樣子的話明年在報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沿用這裡面 可以很快實做出來的部分 來讓大家報稅體驗變好 那裡面如果需要更多的就是經費或實成的 我們可能後年大後年再去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明年民眾報稅的時候就可以用蘋果的瀏覽器 是的就可以用蘋果瀏覽器或者是用Linux 那因為目前其實它是完全只有在Windows上面 它才有比較完整的體驗 那在其他的部分其實都是比較殘缺或比較慢的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說至少要讓它的易用性 就是說你從開始報到報完花的時間 不要比Windows要來得久 那當然如果能夠更短或者是感覺更好那是最好的 那這位因為這個的話是大部分是在年度的公寓算裡面 那我們前瞻其實好像也是有類似的 它是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這個主要又是要推動是不是 是 其實民生公共物聯網是很有趣的一個案子 它這個案子的 剩我把它動一下 我剛剛換電子 好 OK 好 可以 可以嗎 那 OK 你要重新問嗎 還是我就直接回答 直接講就可以了 直接講就可以了 好 這個案子它最一開始其實是我們專門就防救災的這個系統 在今年做的一個前端的資訊的一個整合 因為防救災系統在以前就是它有一個專門給各部會 或者是防救災的中心看的一個後端的系統 但是給民眾看的這個前端的這個系統 其實它是在放在另外一個地方的 所以消防署跟科技部的這兩個不同的網頁 因為在之前它的資訊常常會變成是說你看的時候 一邊是呈現一個數字 它也不是錯的 它只是三個小時以前的 然後另外一邊的數字它是更新的 但是它的數字跟上面的不一樣 所以就是各位媒體從業人員 常常會在訊息來臨的時候 不確定說到底哪邊才是最新的資料 因為有時候也沒有標日期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開水 開電 北水 道路中斷 這四個不同的資料 當時是要到四個不同的網站去看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有一點像一戰式服務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訊息來臨的時候 在今年第一次把就是停水 停電 道路中斷 以及所有其他這個東西 把它整合到同樣一個界面來 那我們在這個界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央災害一邊中心 同時看到的這些資訊 而且它有很明確的標註 這個它的資訊的來源 那包含颱風路徑 道路封閉 土石流警戒 水庫洩洪 市井燈號 這些都同時的呈現在這裡面 那當然當我們這套系統做出來之後 就有朋友問說 那空氣污染了 對不對 那地震的蘇寶為什麼沒有在這裡面呢 那水質的監測呢 對不對 這些東西理論上也都可以放進去啊 但是目前也都是每一個是 在完全不同的系統裡面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這些系統它用本來的公務預算 其實多少都有堅持一些 但是我們之前沒有的是一個 共通的資訊安全上的 跟資訊界階上面的一個設計 讓這些好像本來暗館一樣的系統 能夠像民館一樣的就是互相接上 然後讓使用者只要在一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 所以在民生公務物理網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其實是建立它中間一些共通的標準 而不是直接去下去重寫或者修改這些系統 但是這些標準建置出來之後 以後所有新上線的也不只限於我剛剛講的 水質源 空污 地震 防救災這些使用 甚至就是這邊不是有水電道路中斷嗎 說不定以後有空運中斷 說不定有這個船的中斷 所有這些部分它只要符合這個標準 就可以用一致的方式去接接讓民眾知道 所以這個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上線 這個系統的特性就是每一次你為什麼上線 我就是說是訊息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從訊息開始的時候到訊息結束的時候 按照他們的作業慣例是不更動版本的 因為它要在訊息開始的時候 先訓練各縣市的朋友們去使用這套系統 那如果訊息發生的時候隨時都有颱風 大家忙得要命 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去學新系統 所以任何時候這樣問就是說 每年一定是訊息開始上線 然後訊息結束的時候更改 所以民眾什麼時候可以透過 今年的已經上線了 已經長這樣子 那未來會有什麼 未來是說我們第一個是說 我們會上面的資訊更豐富更多 那二方面是說會把剛才提到的空氣污染 那個就不是一時的災害了 那個就是隨時的狀況對不對 然後把地震的速報 然後把水資源就是各地的水質監測等等 還有我們任何在明年訊息之前來得及做出來的東西都接接接來 那所以證明可以請問就是在跨部會溝通上面會遇到什麼溝通上的問題嗎 目前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這些公務員都還滿配合的 大家當然都很希望自己就是用心做的系統 能夠讓民眾看到能夠讓民眾知道 之前問題只是說每個是放在自己的網站上 所以民眾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那現在能夠集合到同一個一戰式的服務 當然大家都很願意 人力上會有一些嗎 人力上當然多少會減少人力上的消耗 就是說因為像縣市政府它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它有一些回報單 那我們如果沒有整合起來的話 可能它上面兩三個機關 要它填一模一樣的資料 它就要填兩三次 那這樣子對它的救災的人力其實是很吃緊的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會簡化這個填包系統 讓它盡可能只需要填包一次 上面需要的系統就都可以接上去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人力上它在救災的調度上 就會花更多時間去實際救災 而不是花很多時間去填重複的報料 所以那可以請政委也談談就是數位人權的部分 就是政委是還有到一些偏鄉地區去看 就是像一些比較偏遠的小學或是學校 他們一些頻寬上面的問題嗎 OK啊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所謂的用網路取代馬路嘛 有很多的服務如果你可以在 對對對 之前有那個官員這樣說 對 就是說有很多的服務如果你可以使用網路就解決的話 那其實它可以取代要蓋比較久 而且也比較昂貴的馬路 那我們在前瞻就是特別預算裡面 相當重視的幾件事 一個就是偏鄉的衛生索 衛生索它目前的頻寬很多是相當於我們以前 就是非常窄頻啊 可能還不到醫美的情況 那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好比像說你做了一些醫療檢測 像其實你照一個X光 它的那個圖片檔其實最近蠻大的 如果你做了一些檢測它的資料量很大 但是你要用很慢的速度去傳到 比如說一些大醫院或醫學中心 請他們幫忙診施 那如果你要傳個五個小時 那這時候你坐車人都已經到了 對不對 所以量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如果把它的頻寬增加 讓它可以這樣子等於是一檢查 它馬上可以把這個檢查的副本 傳到醫學中心或傳到其他地方 請他們幫忙診療 那有很多遠距的醫療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至少做到初步判斷或診斷的程度 這是衛生所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國民教育的部分 因為接下來的2019年的課綱 裡面明定說我們各科都要用資訊的方式 把資訊的素養跟媒體的素養 融入進各科的教訓 而且我們鼓勵各個學校去發展 他們自己不同的結合網路 結合數位互動的教材教法 那這個本來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教學生資訊課 上兩個小時就算了 而是說你數學課、英文課 所有這些東西 都可以用互動式的 用網路的方式來教 可是這樣子我們就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第一個在偏向 能夠使用這些新教材教法的老師 其實是有限的 那我們會盡量去做實自培訓 但是它不一定能夠培訓到非常多人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這有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說你用翻轉學習的方法 你把很多很高品質的老師的課 或者你用錄的方式 或者甚至你是用即時視訊的方式 所謂的雙式教學 來讓這些小的偏遠的學校 能夠同時跟一些資源 比較豐富的學校一起上課 等於就像用這台投影機 你就可以把兩個房間 融合成一個房間 這樣的方式在進行 但是這樣的需要的硬體 就是你一些教室 你必須要有類似投影機 而且你需要有相當好的頻寬 因為如果你沒有 就是至少100M以上的頻寬的話 你用視訊的時候 人的細微的表情就看不到 你就會看到一些 一格一格抽格的東西 那樣在教學上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為老師就不知道 學生的注意力放在哪裡 你就只能用腦補 那腦補當然很補 但是通常會補錯 所以而且會加深偏見 所以說我們覺得高畫質的 即時的影像 或甚至未來VR 這樣子的學習方式 它都有賴於就是100M以上 到各校的頻寬 以及各校都至少有 像投影機這樣的基礎設備 所以這些是在特別預算裡出的 那鄭偉最後聽說 就是我們去年11月賞人 那聽說今年11月 鄭偉每週三要去空總那邊 對可以談一下說 是要立體社會企業嗎 是 就是說其實空總這個地方 它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它裡面的設備 其實並不差 但是從外面看起來就是牆 那就是一個 好像高度封閉型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的 就是要打破 就是裡面跟外面的 這樣一種隔閡 好 那但是我們到底 要怎麼打破這個隔閡呢 我們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想法 那我們在這邊的想法 我覺得這裡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的空間規劃 就是這邊可以看到空總 就是我們在社企的創新實驗中心 的這個地方 它的各種不同的規劃 其實都是由超過100家 不同的社創家 一起來 我們實際坐在空總的那個地方 然後一起討論 所以這裡面你看到的每一個字 都是反覆的四五次的 給大家看 大家會挑戰說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這個字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能不能夠改變這個空間的 使用範圍 我們能不能把餐車開進來 我們能不能在裡面設廚房 咖啡廳 我們能不能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是全部融合之後 才變成這樣子一個位置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所有人的感覺 就是他每個禮拜來空總 然後跟我討論空總這個 至少射器 應該這樣 就是射器解 至少可以知道說 這兩棟樓接下來的用途 是符合他們的想像的 那這個就是彌平 就是外面跟裡面的差距的一個方法 那因為這樣子的經驗實在是蠻好的 所以後來在這四次溝通會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不如就繼續吧 我本來就每個禮拜去溝通了嘛 那接下來就花一段時間施工 那可能九月施工完成之後 那我十月還是可以去啊 那去了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我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當時溝通出來的這些東西 它有沒有落實 它做出來的這些內部裝潢 是不是真的能夠 切合當時這一百家朋友們 提出來的需求 因為我如果坐在辦公室 我永遠不知道怎麼樣嘛 但是我如果禮拜三去的話 它哪裡不符合我馬上就知道 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而且說明下個禮拜就可以修好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就會知道說 就是社會企業這四個字 它展現出來就是 全台灣有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 有各種不同的人在去試著解決 那這些呢 都會放在我們一樓的這些展示區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 營運展示 服務展示 概念展示 這些地方就不會只限於在台北 而是你可以從這邊去發現 台灣各地在試著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目前是用什麼展新的模式 在解決社會問題 那所以這就會有招來遊客的效果 因為感覺上好像就每個禮拜都有新的展覽 或者是新的人可以認識 那我在那邊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我自己也因此認識了 就是全台各地正在出現的這些想法 而且如果哪些需要政府幫忙的 或政府不要擋路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跟這些社創家們溝通 那所以目前跟社創家溝通 他們還有需要政委 麻煩政委做一些事情 對 其實非常多 因為社會企業這個並不是單一部會的單一業務 它在可能有一些公司型態的 或者是一些育成相關的 它會放在經濟部的總企處 那但是有一些NPO NGO形式的 或是多元就業的 那個是在勞動部 那但是跟長照有關的在衛福部 跟偏向教育有關的在教育部 然後很多農社企在東部或南部的農社企 那個其實是農委會 所以其實就是說你想像的出來的部會 其實跟社企多少都有一點關係 但是如果它是個別去溝通的話 那個社企它可能碰到五個問題 這個部會只能解決一個 然後另外四個它就是帶大家回去研究 可是在帶回去的時候 它要想辦法翻譯成旁邊四個部會 聽而懂的語言 那這個其實是一大挑戰 而且當時那個社企家也不在了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再回去確認 所以常常它同樣的一次需求 因為牽涉到三四個部會 它要反覆的講好幾次 那感覺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本來在空總案之前 我們就已經規劃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由我帶著所有相關部會 可能六七個部會 以及在地的相關的局處 或者是農業改良廠的朋友 實際的去認識當地的社企的朋友們 然後可能就是這邊部會一次開開 然後這邊可能就是幾十到上百個朋友們 那每一個人是把自己所碰到的問題 或者是所想像到政府可以幫忙的部分都提出來 那因為跨部會 所以就幾乎每一顆球來都會人接 那這樣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每一個部會也可以聽到說 原來隔壁部會已經有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是怎麼在處理這件事 就不會有像我剛入閣的時候 發現說同樣一個社企業的活動 有兩個互會都分別辦了社企業的活動 又重疊跟他們都不知道的這種事情 所以現在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那有些他講出來的牽涉到反規的調適 政策的調整或者函事 他用法當場做出承諾的 那我們的具體承諾就是說 我們帶回去在我們每兩個月左右一次的 這個社企聯席會議裡面 討論做出決議之後 我們過兩個月之後就回到同一個地方 可能他台中提出我就回到台中 他在花蓮提出我就會調花蓮 那這樣回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就同樣的面對面 面對當時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 然後去看說這樣子的解決方式 是不是切合你的需求 所以同樣的我也會在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是 如果他實際沒有切合他的需求 就像空間如果沒有切合 空間設計者的需求的話 那我馬上會知道 然後在接下來的下一次的會面裡面 我們又可以再經濟再調整 就不會有求到最後冷靜 那有些法規需要透過立法院那邊 會比較接受嗎 其實還好耶 我們現在發現大部分其實是一些解釋 或者是一些法規命令層級 那立法院可能是被查 他不一定需要修改法律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需要修改法律的話 我們在有某一個固定的case 這個case已經經過反覆的討論 或甚至在一個我們叫做創新實驗條例 未來可能一個沙盒 中間已經試過一段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承辦的壓力 立委的壓力都比較小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也已經實驗過一段時間了 這樣子來調整法律就足利呢 就比較小 那鄭委可以說一下上任10個月 就是跟你當初想像的是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 對對對 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就是非常的享受這份工作 對 其實因為我本來入閣前 就是在做類似的工作 我只是一邊還要再當其他企業的顧問 那現在等於就是說 納稅人讓我全職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那跟院長相處 覺得院長跟院長溝通 院長都可以接受 正為比較重新的想法 對啊 當然 我覺得院長他只要我講得出一個道理來 那我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不需要就是反覆的一再的解釋 因為院長非常的聰明 那就是說我講話其實蠻快的 現在你也發現了 然後而且可能用的文字資料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抽象性比較高的一些字眼 那院長通常問過我一次說 欸這什麼意思 我解釋過之後 我就不用再跟他解釋第二次 他就已經懂了 所以基本上這些創新的想法 我覺得院長不但能夠接受 而且他還非常能夠了解 那院長因為很喜歡打電動 有剛剛切磋一下的什麼VR 不過他自己說他入閣之後 就沒有時間打電動了 對 所以就沒有 所以他反而很羨慕正維的生活 我其實不是在打電動 我在做院秀 天啊 就是因為你很就贏的工作 因為正維好像 就是院長好像就是他還要受到一些政治啊 外界的紛擾 所以 我們沒有談過這部分的事情 好 好 謝謝 好 可以換給我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用這個 所以請你坐這邊 我們第一問題再講一次 好 第一問題 因為我剛剛那個第一問題 就是 你現在要換個指定 第一開始的第一問題 你說實習的嗎 對 就是那個畫面 我可以拍一下 好 你還是看鏡頭 他們可以稍微坐前面 所以我可以想把你跟那個頭女還在一起的 好 好 看一下喔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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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請正維幫我們講一下說 當初那個工部門的建籍計畫的一些過程 然後現在進行的 是 這個計畫是大概7月初的時候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出現了一個想法 大概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是每個禮拜有一個想法出現 到下個禮拜一的時候通常就落實了 所以呢 在這個想法出現的當下 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網站 大家可能會想要去看 它是工部門的服務 但是呢 卻因為 它在設計的時候 只有用Windows 就是用IE測試過 就表示說你用iPad 或者用其他的Android的手機 再連上去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使用 那其實這件事情 國發會在2016年2月的時候 就做過了一個全面的一個 不好意思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這件事情是 有水喔 不好意思 謝謝 不用再問了 不用再問了 OK 是 我們知道說 工部門有相當多的網路的服務 跟一些網站 那這件事情是在7月初的時候 當時有上線一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呢 它在設計的時候 只有用Windows 只有用IE這個瀏覽器來測試 可是測試完之後呢 可能沒有用iPad 可能沒有用Mac來測試 這樣的結果就是說 想要存取這個服務的朋友們 它就必須要真的是找一台Windows的電腦 那這個其實對很多朋友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這個其實對很多朋友是非常不方便的 當然呢這個其實它其實設定上面 只要改一行就可以解決了 只是 不好意思 再一次 好 好 我們可以直接 去想要 好 好 OK 在7月3號的時候 當時 就是工部門剛上線了一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其實 很多人會想要使用 但是 它在設計的時候 可能只有用Windows 或者用IE來測試 測試的時候呢 沒有使用Mac 或者用iPad 或iPhone來測試 結果就是說 可能只有一部分的人 可以使用這個服務 但是呢 其他一些人呢 他看到的時候就變成了亂了 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呢 我們去問了國發會 國發會就說 他們在去年的2月 就已經重視到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的使用者呢 在以前是用IE沒有錯 但在現在 IE已經變成一個小眾的瀏覽器了 大部分人用的可能是Chrome 可能Firefox 如果你是用iPad的話 用的可能是Safari 那這三個瀏覽器 它的市場佔有率 其實常常不遜於IE 所以呢 當以前的公部門的服務 用IE才能夠用的ActiveX 或者是像最近才不 宣告未來不被支援的Flash 設計的時候呢 其實呢 大家在使用上這個碰到困難 當他們去用機器做檢測的時候 就發現 各個機關呢 可能有大概2000個網站 裡面有一些700多個是OK的 那有118個是在去年年底 因為有這個檢測已經修復的 但是呢 還有接近200個 不管是因為這個承辦人呢 他自己其實是就是用IE習慣了 或者是這個機關呢 他其實就是沒有辦法存在 或者是說他沒有足夠的資訊經費 但無論如何這些機關的回報是說 我們可能在一兩年之內 不一定修得好這個問題 那同樣的在現實政府的情況 也是大部分有1800多個是OK的 有165個是在去年年底修好的 但是呢有100多個呢 也是同樣的原因可能還沒有修好 而且我們發現 尤其就是因為可能大家取得 Mac或者iPad在公部門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呢 那些說可能沒有辦法限期修好的 大部分呢 就是蘋果的作業系統跟蘋果的游覽器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引進一些 因為這是非常人力密集的事 你要去看200多個網站 可能要看400多個不同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呢可能哪些是 一看就知道有出錯的 哪些可能你要有一些 基本的資訊能力 才知道你要怎麼修復 這些東西呢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要讓新一代的 學資訊的這些青年朋友們 來幫忙看一下 一方面是能夠重現這些問題 二方面是如果他有資訊專業的話 也許就像我們當初做的 可能一兩行就修好了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也省了非常多納稅人的錢 那好在就是青年署本來就有一個公部門的 讓學生進來進行的這樣一個計劃 只是這個計劃本來的設計呢 是讓學生實際做到這個辦公室 我們辦公室並沒有15個椅子 15台電腦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 遠距勞動的相關的一些法規 已經調適好了 所以我們就說服了青年署說 他來進行一個討論 進行集訓之後 他大部分的工作可以在他家 在他宿舍在他大學去完成 所以因為只有這樣遠距勞工作的方式 我們今年就是一個試行的一個情況 我們8月7號開始招募 那資訊組呢我們要去五個人 現在有14個人報名 一般組就是負責重現問題的 我們要去10個人 目前有62個人報名 那在這個當中呢我們會挑出 比較適合這種線上多人協作 有這樣子經驗的朋友們 先試著跟大家把就是機關的網頁 這些部分把它看清楚 那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往下 到縣市政府 到三級機關 到其他的網頁 可能都會進行檢查 那如果沒有辦法來得及做完 至少我們先把能夠改正的部分改正 在明年的就是暑假前後 我們還是會有三個P次的時間 而且如果這一套東西把它設計好了的話 那以後也不一定要由我們來主辦 解決的也不一定是這個問題 它解決的也許是英文網頁的問題 也許是新住民或者是新南校 所需要的那些語言的問題 也許是如果是視障的朋友們 是不是這個網頁能夠無障礙的 讓盲人使用的問題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角度 可以去檢測一個網站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挑一個挑戰可能比較少 然後也只需要15個人的方式 來把這套模式試驗出來 那我們精進之後 明年也許就可以擴大這個方式 來讓網站的各個方式面 都可以照顧到數位人權 可以嗎 好 謝謝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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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下禮拜會出嗎 實際時間有可能9月初 好 那 我會再跟你聯絡 因為我就講就是說 反正到時候我們的模式就是 你告訴我一個日期 是 比如說9月3號 了解 那我就跟我們講 我們就9月3號放上去 這個 然後我剛剛那個 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幫幫他 唐鳳剛講的那一段 我就蠻重要的就是說 除了我們這個計畫 第一波在做什麼之外 所以說第一個他的特性 就是第一個他是遠去工作 第二個他我們未來還會有 下一波這一些 我覺得這個如果可以 一起幫我們 你說下一波是 因為他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這一波 從明年開始 對 他剛剛講到說 比如說什麼 這個 這個 新南向的 東南亞的 對 等待這一些 對 作為我們第二波第三波的問題 好 沒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再測試 這樣 這樣 可以好像這樣就是 發現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OK 再一張就好 好 所以你們到時候會是文字 然後搭配 影音 影音 什麼油片 這個會 會油片 建議嗎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 我也是就是前線 後段老實說我們 不太了解 OK 看鏡頭 就這樣拿 好 謝謝 好 這樣 好 謝謝 這個你剛剛穿拖鞋 我拍個全身 你介意拖鞋 你還是不要 你可以拍 你可以用那個啊 你不要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上半張就好了 因為 因為 剛才是 你可以連這鞋子拍一下嗎 哈哈哈哈 那 那 我就不要放 那一張就好了 不然 你這邊再做一張 因為剛剛這個是不用拍的 好 這樣 這樣 那 那個 那 那麼 就這樣 我 沒有 那麼 好 OK,好,再打囉 OK,好,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就,就到這邊 OK,好